那时 耶稣继续用比喻 对施制掌和法利塞人说 天国好象一个国王 为自己的儿子举办婚宴 奔客早被邀请了 但他派仆人请他们来参加婚宴时 他们都不愿来 他再派一批仆人去 对那些受邀请的奔客说 我已经预备好了酒席 也宰了公牛获肥畜 现在一切齐备 你门内参加婚宴吧 但这些人莫不关心地走了 有的去了自己的农庄 有的去做自己的生意 其余的竟然抓住伯人 把他们凌辱之后杀了 国王听说后大怒 于是派兵消灭那些杀人兇手 焚毁他们的城市 然后他对伯人们说 婚宴已预备好了 但先前受邀请的人实在不配 所以你们去各个路口 把遇见的人都请来参加婚宴 博人们便到大怒上 见人就请 不论好坏都召集来了 于是 婚宴大厅 坐满了奔客 国王进来与奔客见面 看见其中一人 没有穿婚宴礼服 就问他说 朋友 你不穿婚宴礼服 怎能进来呢 那人无话可说 国王就命令随从说 把他的手脚绑起来 掉到外面的黑暗里 灾那里咬牙切齿地哀嚎 要知道 受召情的人多 但被损伤的人少 但被损伤的人少